語音樂 為什麼我會鼓勵大家學剪接呢? 這是比較貴的工具 Windows有一顆免費的 就是叫Windows Movie Maker 是每個人都可以用的 你如果有Windows就可以用 是每個人都可以剪接 為什麼我選擇這個呢? 就是它可以有字 後面有跨顏 Windows Movie Maker就不可以 所以在那裏 如果你弄一些字 就變成一個前景 全部深色就沒有問題 全部線色就沒有問題 但有深有淺就很麻煩 或者你不用弄很多字幕 你用Windows Movie Maker也可以 這個對我們有什麼幫助呢 其實在這個時代 是一個影音的時代 是我們每一個人都可以 放很多的影片放上網 那可能大家會覺得 不行了 我不行了 做不到的 其實你不要這樣想 是每一個人都有它的專長 包括你可能種東西 你說我很有心機 那你說我種的又不是特別漂亮 不過你有心機種呢 你說我初頭一粒種子 放在這裏 下來淋水 有些人生 有些人不生 過了幾天 又這樣這樣這樣 那你拍攝都有人看你的 你什麼都有人看的 你煮菜 你說我拿手好菜 我是特別家鄉菜 那你煮了 最好又找些人來吃一下 試一下 拍些飯 表情 然後你可以跟著分享 作見證 或者你分享一些關於你處理問題 或者一些個人問題 工作問題 家庭問題 當然你就要衡量 你說得多個人性 這些是給我們作見證的機會 那我在網上的影片 我有三個戶口 加上被剪擊的數目 已經超過六十萬 是很多人看我的影片 最多的就是廣邪聯 那些 那些動作是最多人看的 去地獄那些 也有很多人看的 也有些放了很久 有些證明有神 也有很多人看 也有很多人看的 包括在全世界 歐洲、美國、中東 都試過有人找我 這是一個很大的事逢的機會 所以我覺得 我們每個人都可以嘗試去做 你就用你的手機 這個最簡單的 如果你想做得好些 你買了一個相機 也有攝錄的 那你有試過 你可以去試的 他通常給你試 就是你買相機 經常都很多人買的 那你就在那裡試 攝錄完之後 看看那個質素OK了 即是你不用最好的質素 那你OK 那你就可以自己擺個三個架 開始攝錄 然後坐下 那你就要剪 因為為什麼呢 看著你坐下 走過來坐下 然後呢 說完之後 你就走回去 認識他 那你就要剪掉 那還有呢 自己拍自己 我也試過很多次了 很不滿意的 又說得不好 又再錄一次 又不好 又錄一次 就是可能很大壓力 但是呢 當你不太介意 就是有時候錯事都不重要 那你就可以很快 即你有時有些心得 那你又放上網 那你放完上網 你還可以放在Facebook 即是你又將它放在Facebook 又放在其他地方 那就會有不同的人 看你就可以有一個見證的機會 是可以將你的信仰 你的處理生命的方法 是可以在網上幫很多人 但是因為你拍的時候 一定是拍片頭片尾 拍了一些 即是你不想放上網 所以你一定要剪接 那如果用Windows Movie Maker 就最簡單 我都可以一會給大家看看 Windows Movie Maker 剪接的時候的簡單 即是比較來說 真的很簡單 而且很快的 因為它的檔案出來 質素沒有那麼高 Sony Vegas這個 質素高一點 出來高一點 而且我現在選擇的 都是低的 如果我選擇高一點 那它用時間又長一點 這個是我們這個時代 是作美好見證 一個非常好的回介 而且是免費的 即是這個是欣典 是免費的 可以放在網上 很多人會去看的 那它裡面也可以放一些 TAGS 即是說放一些 T words 重要的字 有些人搜尋 就會搜尋到你的影片 譬如你一搜尋聖靈 你就會看到我的影片 有輕鬆得勝 一定會看到我的影片 尹兒牧師 都會看到我的影片 好 歡迎大家 我們學習這個剪接影片 是很有用的 因為這個時代 大家都可以很容易 用手機 或者是相機 可以拍到影片 當然如果想拍影片 最好就不要用相機 普通相機拍 不是最好 最好就是拍影片的視覽機 不過就算你用相機也好 手機那些就很有限制 因為手機的時間就有限制 相機的時間 通常是30分鐘 它就會停了 自動會停 但普通用途已經是非常好的 好 我們現在呢 其實有些過程 大家可能會聽到很多要做什麼做什麼 那你聽不完 不要緊 你再聽就可以了 首先就是 在相機或影片 你會拿出一張SD Card 一張SD Card 它之後 打開我的電腦 就會看到 你会看到刚刚放进去插的卡 现在就是这个名字 然后我开了它 开了之后 每一个电脑的卡 开了之后是不同的显示 这就是我现在用的Sony的SD卡 它有三个DCIM 通常是相片 然后第三个Private 你点开它 这里是有影片的 然后这个ABC HD 再点开它 然后再去DMV 再点开它 然后再去Stream 很多时候 即是不同的机器 你就找那个Stream的位置 找到之后 我这个Sony的影片的File 就是MTS 你看到MTS 然后你就要在一个电脑某处 开一个Folder 把它拖下去 很多时候 你可以Ctrl A 就是全都highlight 把它拖到一个Folder 然后拖下去 现在我们不做这个部分 你拖下去了 这个过程可能大家会有些问题 如果你有问题 你可以立刻问 即是开了之后 去到这个步骤 你忘记了由哪里去哪里 一个方法 再看影片 你就可以记得一些名字 即是你如果写不及 好了 拖到某一处的时候 然后接着呢 现在我放开它 这个就是Sony Vegas 即是如果你是帮手剪接 即是我们用的就用这个Sony Vegas 为什么用它呢 因为它是加那些字幕 可以做一个border 即是一个边 做一个边有什么好处呢 因为你整字呢 我们要加一些字上去 字呢 有浅色字 有深色字 当背景是深色 你就用浅色字 浅色的背景 你用深色字 但是有时 它有浅有深 那你就不知用什么色 即是什么色 都看不到的东西 有些看不到的 所以那些字 就需要有个边 而Sony Vegas 就可以做到整个边 所以无论它背景是什么色 也好 那个边都会将那个字固住 就是你可以看到那个字 即是看到是什么字 OK 好了 那现在呢 这个呢 我已经拖了下去了 那我呢 可以再做一次 给大家看 就是 在这个 其实如果你们用呢 就会用 就是那个名字 我会告诉你们 如果你们会帮忙做这个剪接 那么最新呢 它是Sony Vegas 这里比我难点看到 Sony Vegas 就 Platinum 你现在买的是13 我这个是11 所以可能有些少不同 那然后呢 你就看到这里 Text 这个字很小 Text 就是那些字 摆字就摆这行 第二行呢 就是Video Overlay 就是你有两个影片 这个是Video 第三就是Video 就是你摆影片上 Video Overlay 是什么呢 你可以摆另一个影片 上去盖住第一 初头那个 或者摆一个图片 那为什么会有时候这样做呢 比如那个影片 一路 有个人说话 但某一处 你不想是 拍他的样子 是想拍一个slide 譬如他说 得性五部曲 有五点 那你可以做了一个slide slide 即是一张 一张图片 就拖下去 Video Overlay 那你就会摆住 它原来那个 那这个 那这个怎么做法呢 又是另一样东西 所以其实是 很多样东西 你学一下 又有这个 那待会我都会 会帮助大家 怎样做一个slide 放在影片那里 但现在暂时 不要管它了 好了 将这个影片 现在拖下去 它通常呢 就要 那摆一摆 看 大家看到一些格线 看到一些虚线 拖到这里 第三个那里 拖了之后呢 因为我现在已经摆了 已经摆过一次 否则它会有个动作的 它的动作呢 就是 它会将它的影片 放进去 就要等 就是等几分钟就可以了 那我现在有一个影片 我们就用这个影片 那这个Sony Vegas 很容易放大缩细 来把它整大 整大之后呢 放大缩细 如何缩细呢 大家看到我这个 cursor 鼠标 去到这个位置 将它一整呢 它的影片就会整大了 另外一个方法 就是 这里有一个加和一个减 加呢 它又 它去了 走到其他地方 但是它加 它一路一路整大 一路整大 如果小它一路缩细 用那个也可以 用这个也可以 就是这个可以拖来拖去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你想找一个点 你就要影片不要太大 但是如果你的影片里面 有些 说话 有时候我们可以 剪掉一句说话 有时候说错了 比如说 有时候有不同原因的 一个就是说错 第二就是 它说一些不应该说的 或者一些敏感的名字 这样的时候 我们可以剪掉它 但是决定剪多少 就会衡量的 所以有很多判断的东西 好了 当它放在这里之后 我们第一样要做就是剪接 首先我想给大家看 如果我要播放这个影片 在里面 如何播放呢 然后按这个按键 大家看到这个按键 就会去影片开始 一按它就会去开始 然后呢 我按这里 Play 它就会开始播放 这里去开始 在里面播放 这样做 那样做剪接的 其实有很多东西做的 因为有时候我开始说话 我就说 摄录了没有 那一句要剪掉它 我不是一定开始的 还有至于如何做法 何时开始呢 这个东西要跟我沟通 我在这里做任何剪接 是不会影响本来的影片 不会影响本来的影片 就是做任何东西 这里播放 大家听听一下 我们另一回望 可以 而就没有 随意 随意才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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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好 这里我说一句说话 假设 我在某一处 我想 不要那句 我有办法 就可以 如果我用加号 减号 有好处的 大家看到这条线 这条线 就是当你一路播放的时候 它就会一路去的 就是你去到哪里 它就一路去的 所以这条线 就告诉你 去到哪里 去到哪里 那里 如果你想剪接 你就可以把它整大 用这个整大 还有这个 有两个方法 整大 记不记得 整大意思 不是整大了 而是将它 扩大到你可以容易剪接 但是 用这个加减的 有一个好处 就是你做了之后 它会走到中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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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天都留在中间 但是用这个 下面那个 拉 有一个不好处 它这个要走出去 就是有时 出了画面 所以如果 我在这里 譬如这里 大家看到 有些一点点 在这里 这些就是说话的声音 譬如这里这句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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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设我不想要 这句说话 那我怎么做呢 就在这句 下一句之前 这句说话 你可以拉它 它动 那它动 那它动 有些时候 会动得很稳 有些时候 就不是很稳 就在乎 那些说话的速度 譬如你说话 句句都贴着的 那你就贴稳 一点 如果不是的 你又跟回它 那幅度 好了 接着呢 我这个电脑 因为我是有中文输入法的 我现在转了 这个就是英文输入法 我只要按S字 即是用英文输入法的时候 按S 影片就会切开两段 这是一个最简单的方法 把它切开两段 按S 也可以在Edit Edit那里 也可以做 但是用S就最快 那切开两段 有什么好处呢 譬如现在这样 这一句我又不要了 我来到这一个位置 这个位置 即是这一句 相具缘 之后 我又按S 好了 这一句仔 我可以做很多东西 好像文件剪接一样 我可以切除它不要 我可以复制它 可以搬去另一个位置 譬如这样 如果我想搬去后面 所以有时候 有些影片 在网上 那人说 他说 我好爱他 其实他可以 将他不同的词 砌一句说话 所以 在网上的影片 有时候 他说句话 未必是准确的 但你要看后形 就是他是不是有剪过 好了 这个 第一 可以Delete Delete 你要做什么呢 就是要 你看一下 是否它变了色 嗯 这个部分 我可以 变了色 它现在这里变了色 不过很小 所以你 比较难一点看得到 我现在弄大一点 大家看一下 是否变了色 当它变了色 你就可以做事了 即是说 你现在的注意力 是放在那里 就是highlight了它 如果我按 Keyboard 按Delete 一按Delete 就没有了 然后呢 你Delete错了 大家应该熟悉 这个Keyboard的 运用者 Ctrl-Z Ctrl-Z 但最后的字幕 它就回转了 如果你再向前去 你又再Ctrl-Z 你看一下 有什么发生 再Ctrl-Z 之前那条线又没有了 那条线又没有了 那我又想去回 我又再按一次 按过什么字幕 记不记得 S S S 就想把它切开 好了 如果我想将它 我现在highlight了 我想搬去另一个位置 那有什么办法呢 我就可以 如果我想复制它 我就Ctrl-Z C Copy 这个 就是大家应该 如果做office 应该学过这些 Ctrl-Z Ctrl-Z 然后我去到尾 在这里按一按 按一按 按一按 那条线就到了这里 Ctrl-V 就是paste 它就到了后面 那句说话 又到了后面 Ctrl-V Ctrl-V 就是paste 就是这些 其实是Word 你做文件处理 都是一样的 Ctrl-C 就是copy Ctrl-X Ctrl-V 就是切开 Ctrl-V 就是切开 那我也都可以把它切走 譬如有时一段切走 Ctrl-X 这样 大家看看 大家看看 有什么发生 当我做Ctrl-X的时候 我highlight了它 Ctrl-X 就没有了 没有了 然后我放在后面 到这里 Ctrl-V 它又会放在那里 这个是 你可以 随着需要 来将它剪接 这是第一部分 这个有没有问题 这是第一个方法 剪接 就是用S在中间 把它切开两绝 如果这些全部都不要 Ctrl-Z 它会一直回来 它会有一个限度 但已经几次 没有问题 你看 Ctrl-Z 第一次 没有了一个 Ctrl-Z 第二个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 在那里 回到这个 又Ctrl-Z 就是这个路 可以回到原来 你知道 你就不用害怕 而且这个做了事 是不会影响整个影片 原来的影片 没有影响 好了 这是第一件事 你会要剪的 就是说 例如头尾 很多时候我会叫人剪头尾 例如开始的时候 有时候我会介绍 轻松得盛 我介绍过的那些 我就不用再摄露了 有时候我都会叫 现在才开始摄露 那部分可以剪了 或者有时候 我走到琴那里 你又要看 我走到琴那里 把琴切掉 但你小心 你剪了之后 你听回 剪了那些 再摄露了 剪了多了 即是不要剪了 又不要剪小的 而且 剪小的 比如说 你中间那句 我走啦 剪了那字 或者剪了我字 忽然间 为何说话 突然间剪了我字 你剪得太小了 你要留 听回那个后果 而且 有时候 因为我摄六关 所以我讲话 的时候 我經常想著會上網 但這種習慣很多人很難做得到 會上網 甚麼不能說 甚麼不能說 很多人是很難去思考的 我經常有這個意識 我不能說一些不能放上網的東西 例如關於某個人的東西 這些東西我不能說 我會自己知覺 但如果有一個講完 他又不太知覺 他經常說 例如現在對於某些時事的評論 那些我們不想放在網上 那些我們就要將它接走 就是這個原因 還有頭尾 還有你聽的時候 有時候有人作見證就是這樣的 他又講了很多節外生知的故事 例如他的分享就是 我之前有甚麼病 後來有甚麼病 但他終於說了很大部分 我又回鄉下 那鄉下有很多東西 我又買東西 我又探望誰 探望誰又見到那個人有病 後來那些人又不信耶穌 說了很多東西 那時候我們不想要這麼多東西 就要將它切開 那個人是有病 然後祈禱 康復 康復 最重要的那些 那你整個廳 聽到哪裏呢 需要的時候 你就去判斷 大家看到這些 因為這裏很可惜 就是因為它不是很大 所以大家 都是可以看得到的 你看到這線 看到這裏 看到這條線可以高一點 這個高一點 有時我聲音大一點 有時有些雜音 有時有些人 我們試過和別人嘶吐 有些人有些壞習慣 譬如這樣 神愛世人 甚至將獨生子 致及貪魂 口經常都這樣發音 我們試過又這樣 見到那個人 就要和他剪出去 但是做得到的 你可以 譬如這裏 這一下 我現在聽到是什麽 這裏聽到是同同的 嘶吐聲 聽到是 嘶吐 OK 好 我現在想把這個 嘶吐剪出去 大家示範給你看看 你要看著圖 聽著聲音 因為聲音很小 所以聽得不清楚 好了 我看到這一點 和這一點都是雜音 這要重聽重聽的 OK 這樣就很容易 將這個 動對那裏 然後呢 按個S 然後呢 又去到這裏 即是那個聲音之後 如果你想動一點 就有個方法 就是動那個箭嘴 看到那個 那條線在動 我就是動這個箭嘴 這裏 是在那個 現在看不到的 不是 看不到的 在那個 鍵盤的箭嘴那裏 就動 等我再按 那麼 向前 多個頭 就回頭 然後呢 你按個S 然後呢 就將中間那裏剪出去 那一剪了之後呢 你就聽回了 看看順不順 那裏 這裏呢 代表你為人 絕對有 即是他會經歷到 這裏呢 其實我講話 在裏 有些 這些 尾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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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左手按摩按壓 左手按摩按壓 它會被刷屏面 把直接掉下來 一邊剪掉 看到嗎? 按右手按摩按摩按壓 按按壓按壓 按摩的左按摩 一拖那裡又刪除 但我可以按摩Ctrl Z 但我其實還未剪夠 我現在再播一播聽 代表你為人騎到有 即是會激動到 但這裏是否有字 試試看 這個很難讀 有三個字 那怎樣做呢 沒問題的 你把它弄得很大 很大很大 逐個逐個 看到我這裏 我的格子在我左邊 我去一個就是一個frame 好像以前的frame 即是一秒鐘有些二十四格 有三十格 那這裏我相信不止一格兩格三格 OK 試試看 試試看 你發覺它感覺很快 當它這樣的時候 現在還有個有字 有個有字 找個位置 最好找到它 這才是一個方法 這裏可能是 那個偶 不是有 偶 即是未有完 有 這個可以 在這裏 按個S 然後呢 對 這個 delete 先試試看 即是又可以delete 那個有字沒有了 有沒有發覺 即是 即是 先看看 即是哪裏 先看看 即是哪裏 先看看 先看這裏 大家可能覺得 嘩 這裏 即是 這裏 即是 但多數都不需要這樣做 不過我現在示範給你們看 有時是需要這樣做法 所以其實真的是 是一樣 好考耐性的一件 在這裏 之前有少少音 最好這樣做大些它先 拖的時候 每一次拖就是一格來的 一格 沒有了音 大家聽否聽到 現在聽整個過程 是嗎 那句子就是連接 但是我不要求你把我講到那些 除非我有時候講錯話 其實我是比較少會這樣講錯的 或者有時候有個長的空檔 或者有時候有個人出來分享 那就走一段時間 那些又可以剪掉 那你怎樣知道呢 如果你看中間的空檔 你看到這些空檔位 看看中間空檔位有多長 那你就看一下那裡做什麼 為什麼這麼長呢 但是普通人說話都會有長有短 就是那個不是一個問題 你說highlight呢 你按什麼就是highlight 你經常說highlight 用那個mouse的left click 一按下去就highlight mouse的left click就是highlight 那片頭片尾的要剪掉 那如果有些人分享 就要整個聽過了 我講到呢 你可以不寫全都可以的 但是呢 如果是分享 一定要剪掉 一定要剪掉 因為他們有時候就會說一些 就是有些東西繞篇 或者有些東西是不需要放在網上 有時候我們要把那些影片調來調去 有不同的原因 譬如有時候有一個人分享 分享的時候 他就說說一下 去到鄉下發生什麼事 一會兒他又說 在鄉下的時候 他又說一下香港 一會兒又說一下香港 又說一下香港 即是他走來走去的時候 那你就可能要把香港的放在一起 香港的放在一起 那時候呢 你需要做什麼呢 譬如這裡有幾個影片 我現在把它切開 切開幾個不同的影片 然後我呢 就示範呢 將它調位 當這裡是1 2 3 4 5 6 這裡有這麼多個影片 我用調位呢 最好呢 你就 最好的方法 我發現呢 就是Ctrl X 將它切開 我做一次 highlight 了這個 Ctrl X 它就會出來了 然後我想它調來這裡 在這裡 我把它拉開在這裡 然後我按這個 然後Ctrl V 它就在這裡 出來了 這個影片 我想把它轉位 Ctrl 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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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 Z 那個X Ctrl X 就沒有了 然後我把它拉開 然後在這裡 按這個 你要按這個影片的位置 然後Ctrl V 它就會回到那裡 然後我按 但呢 有時候的問題就是 我們按 遜問了 把它關起來 不記得了 本來是什麼位置的呢 晴膿了哪個呢 其實有時候會這樣 我忘了 全部下 relax 就先來寫定 這樣lica 有這樣ты的調動 你行 egg 不會啦 然後你整好完之一 太多東西 已經很混亂 所以要待這一陣子 你便要繼續аться 为什么我说不要这样拖出来 拖出来你自己猜我了 拖出来一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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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就变得很论均 我只是Ctrl X 就简单一点 在这里按 Ctrl V 就调位 然后你把它拖回来就可以了 如果你把这个转位置 Ctrl X 这个是Sony Vegas Ctrl X 接着想转到这里 但你把这个转位置放错了 放在这里 你放在这里 它整整了上高 你不用怕的 你一拔回它 下跌就可以了 不是很困难的 其实很多东西可以试一下 还有声音可以调教 声音呢 这一条就是声音那条线 声音录了这么小声 有方法弄大声 但在这里只能够弄小声 大家看看我 看了手指 最初是箭咀的 但当我去到这个位置 它就变成了手指 手指做什么呢 我一拉 这里就会变成小声 这里是小声 大家听听 这里 这边 大家听听 这边 突然间小了 看 第一个调教了 小了 你想弄高的 又弄高 但它只能够到100% 就是原来一个 但是在这里可以有方法 这里 这个 声音那里 这里是0db 你没有做过任何东西 你可以把它调教到最高 又可以 中间又可以 做到最高 是会变音的 那些声音会变了 Distorted 就是会变了一些音 那你就调教了 还有沙声很重要 但有时没有人会 因为那个音 分享得很小声 而我在旁边 我一讲话 当然是大声 那它又很小声 接着我又很大声 那 就很论逊了 那怎么做呢 只能够 因为这个 提高声音 是全片一起提高 那你全片提高 然后将我那里 我讲话 就把它切低 降低 那你就要切开它的片 切开它的片 之后你就把它降低 那就好了 那到最后 在我影片 全部都有一个尾巴 就有一个尾的介绍 那我拖在尾那里 那你拖在尾的时候 你看看 如果这里有条线 这个呢 它会停在那里的 你可以再拖 再入 但是如果再推 它会进去 进去 进去 就会怎样呢 又不行了 你看看 最差 最不好的 就被两个黏在一起 所以你就最好这样 就是这条线 不要放在这里 拖开它 一迈到去 一黏下去 那就最好了 但是这个都要有一个设定的 这个有一个设定 设定了它是这样 有这个功能 那你一拖下去就会有 就是每一个 我们的影片尾 都有这个介绍 我们的功能 就是每一个影片尾 我们都会放 每一个影片尾 都有不同的 这个是介绍课程的影片尾 好了 那我现在说一下 如何整理字 在Media Generators 那里 是有字体的 Media Generators 我一按就出一些字体 对不对 这里也有一个 Title and Text 就是我们很少用的 这个 这个就是如何 那些字会移动的 大家看到这里 那些字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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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个 如果我放这里 放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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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样能够随时 但它有样不好 我发觉它原来 整个screen take up 就是它整个做了一个 那个 就是好像一个影片的 那些介绍 所以整个都是它的 所以我都很少用它 这个 把它拿走 好 那这里 就是在这个部分 有两个部分 这个部分 这个部分 Event Pan Clock Media Generator 有时候你找不到 你又拉一拉 拉一拉 拉一拉 这个位置 好了 这里就是转 有时候我都用的 你自己放下去 你看到 3D Blinds Blinds 好像窗帘 那些币链 那样 这样一转 这些我都不太多用 有些 Soft Flash 这个 Iris 这个我都会有使用 这个 就是我们现在这里来说 就没什么意思 因为全个都是我 但我试过弄影片 我又用的 例如把这个拖在这里 你发觉它一直在这里 全部都是 不行 不准你的 在这里去到那边 就可以放了 放了之后 就会有什么效果 这里又要去Video Preview 即是看影片 现在看它的转接 我自己的肉体的 二元 二元 看到它那里 有一个圆波 这样扩大 这就是这个效果 它有很多个 有些是方价 有些是正方形 有些是Linear White 有些是这样扩大 这个是你做一样做一样试 因为那些做影片 那些就做很多 就是它们做很多东西 而且我也都试过 做那些字 会跳舞 那些通常我们就不会做 但是你想做 有什么办法呢 其实是比较复杂的 我们最多用就是这个 Legacy Text 这个就是整 就是整字的 整字那里 我整整了一个 指定的方法 我现在我将 我这里又写了几个字 但我稍后会教 给大家怎样做法 例如这个 黄色中文字 我放在这个位置 刚刚哪个线 那里看得到 或者我放在任何一个地方 例如我想加字幕 我放在那里 大家就看到一个字 它就会出现一个这样的方格出来 这个方格有四个项目 Edit就是你剪接那个字 那个什么字 和什么字体 Placement是位置 Properties是它的颜色 和它的背景 还有它的背景 还有它的效果 就是有没有 有没有画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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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真的你去做 所以这件事就需要 可能我们要去你家 或者你拿电脑来 和你设定一些做法 这个尺寸的字 我们设定是40 40 即是那些字是40 好了 我现在打给大家看 例如我打 这个现在在输入英文 E So 不大声 因为这个输入法是出声音的 是我学普通话其中一个方法之一 好 这个没有声音的 有时打完字 它又不会出的 你要按一下Enter 然后又回回头 其实真的很多複杂的东西 可能你做的时候 你发觉 你弄下又有多一样东西 这里打了个字出来 好了 接着Placement 这里有个方格 大家看到 就是个位置 我可以将个字 动上 动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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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位置 如何好呢 你可以看到 x 和y 在那里 如果 这个数字 是x 0 它就 在中间 就是 我设定了一个距离 那些字 全部都是一个距离 一个位置 这个 Placement 然后 就是Properties 就是什么颜色 这些 这些真的要自己摸索的 这些真的要自己摸索的 有些听到这里 哇 什么这么复杂的 原来做一个影片出来 这么复杂 但你一set了 以后就不用 切字 不用做了 一set了就可以 做了 那一个方法定颜色 你就是去找 这个text color 字的颜色 那 譬如我走到这里 红色 那些字就变成了红色 你都可以转那些数字 就是这里可以转的 这里可以把它移动 那它就转到第二颜色 那我就变成了 那我多数都是用白色黄色 那你 黄色在这里 就是多数是黄色或者白色字 然后黑色底 那 Background color 我们现在是零的 全部是零的 就是没有Background 因为Background的意思就是 它整个字的后面 整个方格 那我就不要 我就要Effect Effect是如何呢 Draw Outline 有个 即是有个块 Feather 就是那条Line 有没有 好像乳毛一样松开 松松的 那我就0 这里设定了 Width 现在是0.050 因为你要写下的 如果你在这里 0.050 就是我发现这个 对的距离 我来说一下 如果我弄它做 挺有趣 弄它做 弄它做 比如这样 再Enter 看到那个很粗了 如果我再弄大一点 譬如我弄它1 很粗了 粗了 太粗了 那我们那个就是 0.05 5.05 OK 那去回 借先那个 要不要Shadow 这个Shadow 和借先那个不同 借先那个 就全都黑了 这个就是 好像字在平面 有一个 斜斜的 有一个 影的 那这个呢 你可以 教它XY 但在这里就不做Shadow 就是 enabled 让它转斜 有不同的 转斜 但我们这些 多数都没用 因为我们都不做 这些特别的效果 OK 有没有问题 这里 那你弄它下去 你可以拔墙 缩短 你拔墙 的时候 它那里就退 你退到这里 比如这样 这里拔墙 它就会去到很长 也有那个字 那我们衡量 那个字 需要多久看 几秒钟 那我们几秒钟 就不会整天都打个字 出来 好了 譬如你 这里想弄字幕 这里弄完字幕 那你又想重复 又再弄 一个方法就是 highlight了它 highlight了这个 但它看不到变色 你就按了它 其实有变色 现在没有色 一按 Ctrl C Copy 然后你在这里 click Ctrl V 它会问你 是不是create 一个 New Copy 是 那就会出一个 出来 出了之后 你就要记实 一样东西 在这里 按一按 上高绿色的 一按绿色 它就会在这里 新的 例如 现在我转了一个字 我转了一个字 我转了 我爱耶稣 你回到初头 就是 耶稣爱我 这里就是 我爱耶稣 如果不按了绿色的 你一改 就改了前面一步 OK 而且 这个影片 也有一个 中间的方格 可以看到 中间的方格 这个方格 就是位置 其实就是 那个位置 你可以把它移动 然后把它移动 就是 移上移下 这个可以放的 Ctrl Z 它就回头 这个 是有些时候要用 为什么有些时候要用呢 譬如 我试过 一个影片 有人讲邪灵 我和他讲邪灵 他的手有些特别的动作 他的手 正在我的字 我把字 整到其他地方 有时候没有挂 整到旁边 如果没有挂 整到上高 避开了手的动作 等可以看到 就是 这个是一个原因 我们有时需要这样做 是有些特别的情况 如果不是 多数都是设定了标准 就是这些数字 我可以给你的 就是 到底哪个位置呢 如果你是做的话 可以给你的 这个影片 也都 有时 需要剪接位置 所以摄录的人 就尽量摄录 那个位置 是刚刚好 就不要 照完后 又再 又再 要调教 通常我们就说 有没有人做见证 分享 就在头顶 大约是 十寸高的位置 就摄录 然后 下面 去到手肘 或者去到腰 那里 让他手的动作 就可以看到 好了 但如果摄录的时候 不是这样 譬如 这里摄录 就摄录了 看到几个人 就看到 我 就是 人 是多 过手肘 一看这个情况 譬如 我说信息 就要看银幕 其实敬拜 如果我们有字幕 就要看字幕 如果敬拜 摄录的时候 敬拜 又有字幕 打出来 就拍摄字幕 在旁边 这就是 摄录机要调教的 好了 譬如 有时 作战制的时候 没有弄好 那你就要在后面做 那你就按这个 看到影片那里 最好 如果你要调整个影片 一起弄 如果他整个影片没有动过 但如果他有动过 那就很复杂 先 他会 region 最后摄录的时候 很大的范围 后来 那个摄影师就睡觉了 接着又 Bog �mented completamente 做完了 要在那裡畫一條線,之前就要教會節律 拿到我的意思嗎? 即是說,影片開始的時候拍到太多地方 變成人很小,而後面的視頻師就醒覺 他就開始zoom in,zoom in之後 就拍攝整個人填滿的空間 這樣就對了,但前面的部分不對 我們就要將它調教 你便要把它剪開 即是它去到對位置,那裡就不動 就畫一條線,按S,切開它 如果中間正在動的就最麻煩 中間正在動的就看情況,有時都不需要做 但我試過需要做,為何需要做呢? 有些比較敏感的情況 譬如有一個人出現了一個銀幕 通常來說,有一個人出現,我們可以由他 不過有時有些情況,有一個人說 你一定不可以將我放在影片 而我又不是弄模一個影片的話 那我就唯一一個辦法 他走進來,我就要把影片弄到看不到他 他在那裡走,我一直看不到他 到最後,可能他走到我旁邊 那時候我就只是演出一半會的我 但我有時都要這樣做,可能是適合頭的 他去到那裡,然後他又出回去 我又弄了一副球 我都試過做到這樣的事情 有時都頗用心的 好,現在我講一個影片怎麼剪接 看這個方格 當你剪接這個的時候 就只是影響這一格 因為這裡我剪開了 我按一按,就會出現 出現一個這樣的東西 這個東西你就可以將它調教 調教之後,這裡就會一直調教 但這個調教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有時調教得不好 就變了,我就變了闊面小生 肩膀很闊,肩膀很闊 要不然就變了扁人 那這些全部,我想大家都會明白 沒有理由,牧師說 不然變了扁人 那些全部都扁人 那些人看的時候都覺得很奇怪 所以我們就盡量不要動他的比例 最好就是摄錄的時候摄錄好 最好就是在斜角動 不要在橫動 在摄錄的時候 我就不想任何人剪接的時候 的樣子變了樣子 所以這裡 Maintain aspect 就是 aspect ratio 就是這個比例 始終會 你如何動法 都會維持比例 這樣的時候 就不會做一個扁面 或者闊面 Stress to feel frame 就是會去填滿空間 我先看看 去填滿空間 有時候 這個就是會出現 當我整闊一點 有時候會出現黑邊 其實我會這樣說 盡量避免黑邊 但我其實不太介意黑邊 我介意樣子變得多於黑邊 為什麼呢 黑邊 就看到它小一點 不過 當然如果不需要 都可以不要黑邊 其實我不是一定要那個人 要填滿 都是很大的 都不重要的 其實 最重要是不要轉了它的樣子 有黑邊也不是很重要 而最好都不要有黑邊 那你有什麼方法呢 就是 你去到那個邊 那裡停 現在我設定了Fixed Ratio 我怎樣移動呢 它始終是 它不會改變Ratio 那就比較簡單 譬如我現在想 我現在想切它 這個位置 頭 這裡可以動上 動下 這個位置 是需要練習的 就是這裡 這樣 它是相反的 你將它擴大 擴大的時候 人會縮小 通常是相反的 通常是相反的 擴大的時候 人會縮小 通常是相反的 擴大的時候 也有空間 下降就是去到Field 這樣 還有有時 又會看到一些參加的人 就是有時 有些情況 都不一定會看到 就是看情況 看那些影片 有什麼影片 OK 沒有問題 又可以移左移右 例如這樣 有個人 移左移右 他就會出現黑線 那你就去那邊 如果真的沒有辦法 我試過的影片 是完全沒有辦法 因為 如果把它割走 割走之後 割走之後 就割回那邊 變成不一定有黑面 那我就有它 就算了 我仍然割走它 如果我的重點 是要割走它 即是它不可以出現 那我就一定會割走它 就算黑邊都照樣 有沒有問題 其實這些 通常來說 都不需要這麼複雜 但現在這樣 現在這樣 這個位置 就變了 人就會 那個 就是 fill up screen 多些 但如果你切開影片 就 每條影片 要再弄一次 但你弄的時候 比例又不同 就會變成它跳一跳 所以最好 就是未弄之前 那你說已經弄了怎麼辦 那怎麼辦 那你將油條放回裏 再整個就可以了 沒有問題的 如果攝錄的時候 攝錄得太闊 環境太多 這樣的時候 如果 譬如它很短 你可以攝錄它 如果它都很長 那你就 你要這樣 你把那部分 是環境很闊 人很細 切開一段 後來攝錄機 就 zoom in 那時候 那一段 你又切開它 那一段 你就決定 你做不做事 其實我們都不是要求很高 所以不一定要做事 開頭那一段 你就 zoom in 讓它近一點 但如果你不做事 就會怎樣 有三段 第一段 人很細 中間一段 由細慢慢變大 最後一段 你做了最初 你又不做中間 有什麼後果呢 那一開始 人很大 突然間 就去到那裏 人就變小了 然後又變大了 就是有種 很有趣的效果 所以如果是 只有少少的 就由它 但如果是 長的 就是我們就 去做 有時候 如果這樣做的時候 就要把中間那一段 切開幾段 每一段 來調教 但總是會做出來 不會很順的 所以 其實這也不是我們很緊張的 也不是很緊要 所以最好就是 攝錄的時候 那個人就控制他 好 我也想說說 你可以 save project save project save project 不是save影片 是怎樣呢 最好 開始做的時候 save project 那你就不用 內中又save一下 Ctrl S 內中又save一下 Ctrl S 就像打字一樣 打定 按著Ctrl 又s 它就會 中途 就會一路 save 就不會說 你做了一百個step 跟著它 關掉了 這個 我在這個電腦 我試過做到中途 尤其是做了很多步驟 中間有很多剪接 剪接太多的時候 它是很容易會 crash 很容易會掉 有時候電腦的緣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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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會很後悔 為何一早不save 當你save了 你就去到project 那裏 可以開啟 以後的版本 就是這個意思 但那個不是 整個景點出來 就是save了 你做什麼工作 留下一個記錄 如果你已經在save 而你中途 沒有一路save 它有一個autosave 好像word 這樣 它會自動save 有時候會問你 還有有時候 你的機器已經關了 沒有save 它都會問你 你想一個project 你想開啟 那你要決定 所以我想一個project 那時候 你要決定 到底那個幫助你 還是不幫助你 正如你有時候做word 有沒有試過這樣 有時候 你恢復回 那時候 你會呼吸回早一點的版本 是沒有幫助的 反而浪費了些時間 這個是同樣的 同樣的道理 你要自己決定 到底我要哪一個 我們說了 在尾 我們會放一個片尾 就是一個介紹的片尾 而我會有不同的片尾 當它做好之後 我們就做make movie 因為時間關係 我就做它短一點 讓你看得到效果 我把這個delete了它 它不是沒有了 它走在前面 即是縮短了 現在我把它縮短 縮短它就會很快 很快就會save到 現在很短而已 那我就做make movie 我們通常都是save it to my hard disk 即是儲存到我的硬盤 這樣就好了 這裡我是做錯的 但正式做影片 即是這個字幕不能走出來 是不是 你縮回去吧 即是你要放回位置 有時你一剪掉東西 它就走位置了 它本來的位置 你一剪掉影子 它就會跳到另一個位置 就是make movie save it to my hard drive 然後下面有很多選擇 做什麼東西 我們做的全部都是wmv Windows Media Video wmv 然後我們多數選擇 這個4.5Mbps 就是720x24 這個大小 因為那些影片 越精細 就會再高 1080 那些就越高 那我們就 720x40個frame per second 就是最低那個 就用那個看 因為我們不是要那些樣子 怎麼漂亮 因為一遇到高度要求的時候 就會 空間就會很大 我們就設定在這裡 然後上高 你就打一個名字 那 Folder呢 我就設定到Desktop 即是它一save 就設定到Desktop 然後我就會將它拖去另一個位置 那你自己的電腦 你喜歡save去哪裡 你就save去哪裡 這個名字 它這個會自動轉回是wmv 譬如說 我主要的名字就是我 我是耶穌 通常來說 我們就會這樣說 譬如說 敬拜 這個是門徒訓練 我打門徒訓練 很多時候我就用一間 然後呢 我就想你 看的時候 看完影片 看完內容 是說些什麼 譬如那一次 我是說 如何帶著聖靈 恩高為人討告 我寧願你整長了 由我去修改 即是 好過你整短了 即是你看的時候 那個影片 要把 即是 將它裡面的內容 形容出來給我 那你做完這些 我就不用做事了 你按Render 而我通常我做 後面有個寫完耳目絲 一間 然後呢 就Render 那它就開始做了 那如果你做了一場影片 有時你做了 然後睡覺 因為它一做這個影片 你的電腦就會很慢很慢 它一做影片 你的電腦很難做事 就算你打字都很難 那你最好就睡覺 去洗澡 吃飯 那些 等它自己在那裏做 例如你一早做了 那個影片 你就由它放在那裏 移動它 這裡我們不做了 因為我只是告訴你 過程 All programs 然後在Windows Movie Maker 但是我這個是 Windows Movie Maker 2.6 就是一個比較 它原本的複雜一點 原本的複雜的複雜 就是非常簡單 你不可以這樣展示 那你就去網上 你就是找 Windows Movie Maker 2.6 它就會找到 是Microsoft出的 即你在網上搜尋 它就會指示你 就是這樣開了這個 那它這個工具 就是這樣的 你如果有一個影片 或者是聲音檔放在那裏 你就可以刪除 這個工具 即使我們用的Sony Vegas 都可以儲存聲音檔 即是聲音檔都可以在那裏剪接 那譬如你錄音 現在其實很方便 就去買一些 就是電子錄音機 那譬如聽廣道 或者跟某個人 輔導 你可以錄了它 放在這裏來剪接 即使我們都可以這樣剪接 當你在Sony Vegas 你會去Save as WMA Windows Movie Windows Media Audio WMA 即是跟MP3差不多 好了 這裏呢 我現在 放一個影片上去 放在這裏 它要先放在上面 因為它的格式和我不同 一看已經變了 然後你將它拖來Window Videos那裏 看看先 看看它有沒有變 對 變了這邊 因為它將 它將 它將這個 因為我是闊的 它把它弄了它做窄 其實是 有可能可以setting 那裏 可能可以set到的 但我現在不用時間去set 好了 那這個方法是怎樣的呢 你看看我一放在那裏 就馬上有一個紅色的箭咀 你按了Left Click 一拖它就會剪 這個第一個方法 尾那裏也是 但這個 就不能動在這裏 不可以動在這裏 只要用這個箭咀 這個放大鏡 這裏也是一樣的 你去到尾 就是這樣 一按下去 它就會剪接 還有呢 當這個 是 highlight了 這裏就會出現 這個工具 這個工具就是剪的 先放一個線 在那裏 然後在那裏 按下去 它就會切成兩個 它當然 它現在 因為 我設定了它 不能分開 所以它不能分開 但它已經切開了 現在切開了 我可以Ctrl X 它就出來了 然後我先去調位 它又放在調位 那你又可以這樣切開 那這裏又有字 你試試看這個 Make Titles or Credits 在這裏Edit Movie那裏 那裏呢 它這裏就有幾個選擇 可以的 Add title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movie Add title before the selected clip 在這個 Clip的開始 我就用這個 例如這樣 按這個 然後我打這些字 下去 Yeah Good 那裏也有很多選擇 這裡可以改變那個字 然後 Change title Animation 就是把它轉為動 它有很多種的 可以的 就這樣就可以了 這樣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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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有些就 多數我用來用在 實態度 在底下 這些可以自己試的 Change Text Font 轉它的顏色 轉那個顏色 轉那個顏色 這個 就是黃色 這樣 OK 然後呢 Transparency 就是透明程度 然後這個 做大一點 這個 這個 做大一點 這個 這個 很小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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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小 做大一點 因為 它 就很大 你看 這些字 都是很 那些 不是很清 那樣 這些 又好像 Word 開始 就是在那個 中間 又可以 做好了 OK 好 因為我這裡是最尾 所以它做了一個 藍體 如果中間 我這裡做一個 在這裡 然後呢 Done 然後呢 就 然後呢 Done 這樣 的時候呢 就加了 下去了 但你看到那些字 是沒有這些 這麼漂亮的 那這個 就是它本身那個 整個都沒有這麼漂亮的 OK 還有這個 這個字體 其實這個字體 可以轉一轉的 那 就是 給大家一個 idea 這個是一個 你不用付錢的 因為另外一個 是現在要買80元美金 要用信用卡在網上買的 所以 你 Stat precisamente 得 得 年 月 日 靜 拜 的 1 歇 片 断 断 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白字 白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白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白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白的一切片段 白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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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当日 整 敬拜 整 个 流 成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